網球一哥盧彥勳勳是這次法國網球公開賽 唯一打進會內賽的台灣男子選手 所以球迷對他寄予厚望 但是呢他也講了喔 法網的紅土是他最不擅長的這個場地 加上左大腿的舊傷還沒有完全復原 所以對這次的表現有一點擔心 我們來自巴黎的報導 聽到低纏的換氣聲 就知道台灣網球一哥盧彥勳來了 挑戰法網紅土單打首輪會內賽 就碰上地主選手瑪娜里諾 台灣球王最憂心的還是左大腿就傷 痛可能不是說 已經像之前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但是可能一個整個的一個 譬如說肌力也好 還有整個穩定性也好 可能沒有像受傷前這麼的 做得這麼的扎實 我上場當然只能夠說就是說 希望說能夠把自己準備到百分之百 那假如狀況的話 當然只能夠說看營場的一個表現 病痛找商門實在很無奈 畢竟發網是盧哥最不擅長的大滿冠賽 想贏還得做足準備 你這種東西也不可能太著急 因為畢竟身體的東西 你得要一天一天一天的去累積 然後去把它做扎實 那這種東西我們也就是說 就是強迫不了 心情上我自己也需要一點 就是說調適也好 還是說一個就是說要有一些忍耐 就是忍耐 然後真的是要先把自己的一個 基本的工作做好 正面迎擊比賽挑戰 盧哥說無論什麼情況 不能輸的就是態度 但當空檔放下球拍 球王也有巴黎版的小確幸 只要有一天半天的時間 讓我可以到巴黎的街頭走一走 然後去晃一晃 然後喝杯咖啡 然後不要想比賽的一個壓力的話 其實對我來講都是 都是很享受的時間 球場上總是拼到最後一秒 十年磨一劍的盧彥勳 這次法王表現 球迷充滿期待 記者黃建宴林秉鎮 法國巴黎採訪報導